再过几天就是圣诞节 正值夏天的南半球 不像北半球有白矮矮的雪花 但是呢还是有多种特别的庆祝活动 在南半球的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 白色圣诞节是不可能有的 因为现在是夏天 但是每年巴西圣诞节总是获得媒体青睐 原因就是这一颗被金氏世界记录 列为世界上最大的水上圣诞树 点灯仪式吸引了约20万的民众前往观赏 这颗圣诞树高85公尺重达542公吨 使用了超过310万颗的各式灯泡 及120公里长的灯管 在夜晚星空的衬托下 与湖面倒映的美丽光影 让圣诞树显得格外耀眼 雪花随风飘 滑鹿在奔跑 这情景在南半球的雪梨圣诞 也是一样无缘看见 但是滑鹿不跑 圣诞老公公倒是跑起来了 雪梨街头出现了2500个圣诞老公公 他们顶着烈日 里面穿着短袖上衣 由达令港走着 跳着 跑着 往雪梨歌剧院前进 这项活动是Variety机构 为儿童基金会慈善募款 所发起的 5公里的路程 优胜者使地分 以20分钟的时间抵达终点 比赛结束后 2000多个圣诞老公公 在歌剧院前跳舞 庆祝这个与众不同的圣诞节 也让全世界看见南半球 独有且炙热的欢乐圣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